創意比財 盡在運通 好 歡迎收看股市 印超級 那今天台北股市我想 一定有很多人開始 老師啊 這個大盤 這個大盤好像怪怪的 大盤怪怪的 那其實你有在收看 余老師的節目 那我不是第一天提醒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 我近期發的抠訊 那操作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遇到大盤 一定會遇到大盤像这样的樣子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9月9號 大盤在9500點這邊挑戰 最高來到94、65點 那我說今天的上漲 帶不出量能 今天預估量還是在 850億到870億的附近 那請會員朋友們不要太衝動 每次到9500點附近賣壓都非常的沉重 甚至隔一天 隔一天馬上就會拉回 所以請大家不要亂買股票 9月9號 9月10號 馬上跌114點 日K、週K、月K 都是呈現死亡交叉 不要亂買股票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有這些抗訊 量能急速萎縮 代表市場觀望的氣氛非常的濃厚 9月先下 9月17號 今日是期貨的結算日 外資期貨空單 一口氣它增加了4000多口 總共有17800多口 創一年來的新高 近期的操作還是要提防外資大賣現貨 也就是砍現貨 補期貨的空單 大家忍耐一下 這是今天 這上禮拜的 今日大盤還是沒有量 預估在700億 外資的期貨的空單又大增 今天暫時什麼 先觀望一下 我先交代一下 我上週所有對大盤的看法 那我強調一件事情 目前接下來很關鍵 關鍵在哪邊 關鍵在這邊 你看一下 這是大盤的格局 我請問各位 這一波從9月份以來 彈一下下又殺 今天又破前滴 今天又破前滴 重點來了 重點在哪邊 接下來的輸贏在 接下來的輸贏在停損 你再看一遍 接下來的輸贏在停損 你有沒有看我的測標 你有沒有看余老師的測標 這邊的測標 這邊是9月份 9月份第一週 第二週以及第三週 所有實戰的操作 那我強調一件事情 你跟余老師操作 短線單股 每一次做一檔 一定要快七個交易日以內 只有做一檔 停損射好5% 停損射好5% 給你看一下9月份的操作 9月份的第一週 三支加21% 9月份 第二週 6% 第二週 上週 第三週 有停損 停損了5% 還有這一檔 目前 這是目前 目前實際的操作 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老師 你那個績效好像還好嘛 這邊的績效還好啊 還好啊 那我請問各位 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近期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9月份我有這種績效 9月份 9月份我有這種績效 你還要嫌我也沒辦法了 這個盤 到今天已經破前滴了 我剛剛講的是實戰的操作 實際的操作就是這樣操作 每一次操作 我一定有停損 停損的那一個位置 我強調過 我整個月份都給你看過 我每一次進場出場 每一次買的點跟賣的點 這你已經看到都爛掉 這我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我覺得我每天講這些給你聽 其實你每天來收看 我請問各位 拉上來 我說不是6天27%的問題 這你看得懂嗎 這什麼 這八個字 我強調我在哪邊買 在哪邊加碼 在哪邊賣 我一定跟你講得清清楚楚的 我包括在哪邊賣 我都跟你講過了 我說如果我有說謊 就是全額退費 這是抠訊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嗎 9月9號 賣 27% 賺17塊 80塊9出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你們今天心態 一定要去調整一下 一定要去調整一下 你沒有買 你每次在買跟賣 你那個邏輯步驟是不對的 你買了你也不會賣 喜歡做高價股的 100塊以上的 基本面一定要轉機 10%幫你設好停損 買進 自威 因為什麼 為什麼要買它 因為它高成長 那買進之後 當天收最高 上個禮拜二收最高 禮拜三 漲停 可以發抠訊 當天的K線 拉上來 9.7分 在9月18號 9.7分 410買進的什麼 自威請先預掛 460塊 在9.7分預掛 拉上來11點多 465塊 穿價成交 3天50塊 3天50塊 你知道3天50塊嗎 3天50塊 這就是實際的操作 實際完全公開的操作 我真的也不曉得要講什麼 那今天有比較好嗎 今天也還好才436 那不是說 余老師你賣460 你460你比較厲害 不是我比較厲害 到相對的位置 那個位置 相對的第一買 相對的位置 那個高的位置 你要懂得先出一趟啊 不是都這樣子嗎 這邊先賣 這邊拉上來 拉上來 6個交易日先 我說賣了之後還有高點 留一點給別人賺 留一點 留一點這兩天 這兩天留一點給別人賺 你懂我的意思嗎 接下來其實很多很多很多 有一些好的股票 那我今天有一些新的想法 如果你看我節目看夠久了 你想要跟我短線 短線單股去操作 那我在這邊徵求大家 你真的已經看我節目看非常久 你也覺得說余老師 你的測標 你的測標代表就是你的誠信 我講過了啊 我的測標 我的測標如果是假的 你打電話進來 每一個短線單股的 你看 你看我的手勢 就是可以打電話進來 全額退費 那如果是真的 這些績效就是你的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其實我還是要強調 這是我上個禮拜推薦的個股 這是上個禮拜推薦的 我說它比大盤強 它就是比大盤強 比大盤還要強的股票 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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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還是創新高啊 還是創新高 跟你講過的股票 你有時候不相信 你有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XXXX3 今天 今天大盤跌100多點 它漲3% 它漲3% 你要買強的啦 買什麼 買趨勢向上的 買趨勢向上 買比大盤還要強的 你那個觀念你要改變一下啦 你那個觀念一定要改變一下 停損到沒有什麼了不起 停損一定要做的啊 哪有人操作的都沒有在停損的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你要知道說你現在那個股票的位置在哪邊 那我希望今天你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大盤有沒有 你當然會告訴我 余老師大盤已經不對了 大盤當然當然不太對啊 大盤不太對啊 那你應該是要去買趨勢是什麼 買趨勢是屬於向上的 趨勢向上的形態 我幫你們有沒有嚇一跳 你們上個禮拜 就昨天 禮拜天 你有去買 余老師其實都有時候會推薦一些好的股票 你有沒有發現我推薦的股票 我昨天禮拜天 在某一份報紙我有推薦的個股 這也不是我亂說的啊 你自己看 如果不是這支我就隨在你啊 你可以去翻昨天的報紙 是不是有推薦這一檔股票 創新高 這是不是比大盤強 你仔細看一下它是不是比大盤強 你仔細看一下 這是它什麼 這是它的什麼 這是它的格局 看一下大盤 大盤是這樣子的 大盤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推薦的股票 其實是向上 那你以為只有這一檔嗎 那這一檔呢 看這嘛 看短線就好了 這是它短線的什麼 短線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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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看一下短線大盤 大盤 大盤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那我推薦的股票 是這樣子的 老師運氣比較只有兩檔 不好意思 我推薦都是這種型態的股票 我推薦都是這種型態的股票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現在跟你講的股票 都是你昨天 你昨天看報紙的每一檔股票 每一檔都是我昨天在推薦的 沒有嗎 就是這樣子操作 就是這樣操作 那我今天徵求 坦白講今天不做生意 今天不做生意 今天不做生意 雖然明天是我的生日 那我強調今天不做生意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真的認同我的 你今天真的認同我的 這一檔股票 你剛才看到了 你有沒有那種想法 你想要換股的 你想要停損的 這個 你可以接受停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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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我換全新的標的 XXXX3 這趨勢你看得懂吧 你看得懂吧 你看得懂吧 今天不用拆 你真的不用拆 不用拆 來 養成好習慣買趨勢什麼 趨勢是向上的 你跟我做 你跟我做一次你就知道 那你真的有想 想要停損的 你現在自己的那些股票 你自己抓已經超過10% 15% 20% 30% 你都還沒有停損的 那後面怎麼會贏啊 你應該先什麼 先設好哪一些不對 那我乾脆砍掉 砍掉之後來買什麼 買強勢的型態 你賺錢的機率會比較大啦 沒有這個想法的 待會中場休息的時間 請你好好的善加利用 你只要想知道哪一檔的 不用客氣 打電話進來 就是你的 待會 待會廣告中的電話 請你好好善加利用 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馬上立即來電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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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雞蛋豆腐蔬菜 雞蛋拿白天下環肉絲 即時開始 好 好 蘇伊士在哪邊 在停損 把你那些股票停損之後 來換這一檔 這一檔股票你不用拆 你不用拆 你把電話撥通 這一檔今天免費送給各位 請馬上立即來電 那我們要回看 我來自從今 來自從今 都已經進行 來自從今 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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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胆友 好 明天 好 明天 明天是余老师的生日 给各位看一下 来 这是我 923 好 我的生日这一天 它那个 刚好借在那个所谓的 处女跟天平的那个中间的位置 那有人说老师你是不是处女座啊 对啊 我很多时候做事情就很龟毛 超级龟毛 我做事情一定有自己的原则 我绝对不会跟其他人一样 你如果是要找那个神仙 然后每天都很准 这种盘又怎么样 然后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每天都有涨停 可是那些涨停板都不是各位的 那没有用啦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 那我要告诉各位 我做事情非常非常的有纪律 所以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讲 我就怎么代会员 你们节目当中 哪有看到这种东西啦 哪有人讲停损的 谁会教你停损的概念 谁会教你停损的概念 每个都是神仙没什么两样 操作 我一定会有纪律 那再跟大家那个 那个互动那个层面 我觉得我比较像天秤座啦 我很喜欢交朋友 我非常喜欢交朋友 其实你们不要想太多 不要觉得说那个电话打进来 好像就要参加会员 然后不参加会被人家瞧不起 不会 不会在我这边 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不会 真的不会 要不要参加是你自己决定啊 你自己决定啊 你相信我你就来找我啊 这些资料 今天 你真的想要知道 我现在跳都是比大盘还要强的 你真的想要知道 我这些都有资料 不要每次涨上去之后 涨上去之后 给你先排先排 我每一次一定会有资料 我一定会有资料 我一定会有资料 我每一次操作 一定会告诉你我买了什么股票 我买了什么标的 这些你都可以录下来 你都可以把它攀下来啊 你可以攀下来啊 你可以攀下来啊 那我说今天不用拍 今天不用拍 不用那么麻烦哦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就是你的 今天不做生意 没有那个 我不会每天在跟你在那边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今天股票要涨停板 今天大盘跌100多点 然后我的股票创新高 然后什么股票什么 拿什么大盘的其他类股 再来拿来打 哪些跌停板 你看看叫你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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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还不太认识你 但我想要试试看 你想要来试试看的 大家交个朋友 打电话进来 我直接跟你讲比较快 那甚至今天帮你什么 帮你设一些停损单 你现在手边哪一些股票 不对了 我帮你设停损 我跟你讲怎么操作 这样会比较快 因为你每天在看你自己股票 你已经看到麻痹了 你甚至会给你自己很合理的解释说 今天大盘跌100多点 我的股票跟着跌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来看一下我的操作 9月份全部以来的操作 短线单股 从松上 涨停 涨停可以干嘛 你们都会背的 老师涨停可以发抗讯呢 第二天跳空涨停 两天两支 可以发抗讯吧 第三根 什么叫第三根 这里啦第三根 卖 卖 卖了才会有钱 买新的 买洋滑 涨停 可以发抗讯 第二天继续买 买了之后 再涨停 涨停板可以干嘛 可以发抗讯 四天 四天 不是四天13%啦 那也不是五天21% 那也不是六天27% 重点在这一边 重点在这一边 这一句话 这个如果是假的 这个如果是假的 就全额退费 你知道我这边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你也不要跟我啰嗦 那我也不会跟你啰嗦 那不要打电话进来讲一大堆故事 你讲那故事没有用 那故事我听太多了 太多了 那版本都一模一样 老师我带上人做 怎样怎样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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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一堆 你如果要讲故事 你不要打电话 你不要打电话 你如果要解决事情 你真的是要来解决问题的 老师啊 我就说我觉得九千点了 九千点了 老师应该那如果 又跑下去 那是谁来找一些社会 没有跌怎么买便宜货啊 同学如果没有跌 没有跌怎么买便宜货 那你如果认同九千以下在什么 往下 往下打的几率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 再往下修正 九月就会先修正一下 接下来十月份 十月份过去历年 它上涨的几率很高 几乎有八成是上涨的几率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要知道那个逻辑啊 再打的时候 明天再打再杀再杀 那你要懂得要去换 换什么股票 那哪一些不要乱杀的 你也搞不清楚状况 那你就来找我啊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行销 你把电话拨通 你想要跟我讲讲话 想要听听我的讲法 老师我这栏股票 你们有什么看法 一定我本人回答你 一定我本人 你听清楚 一定是我本人 回答各位 这样够我诚意了吧 再三栏股票 我说过了 你今天不用拆 你不用拆啦 你想知道 今天这一些股票 当作是大家交个朋友 我直接跟你讲比较快 你不用拆 这三档你都不用拆 我希望今天你一定要改变一下 因为今天这种砂盘 你才有机会买到什么 买到全新的标的 想清楚了 待会把广告中的电话 你把它拨通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马上 立即来电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贫乎并自负 投资风险 好 书云一定在停损 把你那些股票 停损来做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 帮你设好5%的停损 今天提供强势股 这三档股票 你通通不用拆 你通通都不用拆 把电话拨通 这三档股票 这一档 还有这一档 还有这一档 把电话拨通 就是各位的 请马上 立即来电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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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嘉头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 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别说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理真好 我们今天要找的是 武林高手 为什么 他们都是武林高手呢 1、2、5、5、6、0、3 小朋友满5岁 念公立幼儿园及私立合作员 就能免学背 若是家庭才可申请家耳无助 武林高手们记得申请哦 我是李嘉头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 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别说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理真好